男人趴在门前从猫眼向外看 房门破了个大洞 男人惨遭爆头 CSI的探员来到现场 屋内两个人一口咬定凶手是一个牌友 原来在出事之前 他们是四个人在一起炸金花 那名牌友处老千被发现 于是他们三人胖揍了老千一顿 并将他扔到了门外 没过多久门银就响了 然后枪击案就发生了 探员询问老千的信息 两人表示他们也是第一次见面 是死者听说他玩的好财带过来的 从死者手上的伤势来看 那名老千应该受伤挺重的 探员先是在门口的地毯上 发现了带血的唾液 然后是走廊的墙上 一路追踪来到了安全通道 门框上有血迹 打开门 最后的血迹出现在垃圾道的把手上 来到楼下的垃圾房 探员蹲在垃圾箱里一顿翻掌 不一会儿就找到了一件 带有新鲜血迹的衣服 然后继续埋头苦干 不负重望又找到了一杆双管猎枪 收起这些证据 还有堵桌上老千抽货的血迦 从目前的线索来看 凶手是那个老千无疑 找到他应该就可以结案了 最后 探员又对老千抽货的血迦进行了解剖检测 在血迦的外皮上找到了此款血迦的品牌名称 是一个专门制作手工血迦的品牌 找到那家血迦店 将老千的照片给老板看 老板表示老千在店里租了一个柜台 而且是个小有名气的赌王 每晚都会出现在店铺后面的小赌场里 当探员来到赌场 满脸世伤的老千赫然在场 出签的手法依旧老练娴熟 将老千带回警局 把证据摆在他的眼前 老千承认了自己出签的事实 衣服也确实是自己扔掉的 但对于谋杀的指控却极力否认 当看到死者的照片时 老千也懵了 只补充了一句 那晚的牌局也是设计好的 之后就不再言语了 看来那晚的牌局另有隐情 探员化身千王之王 对案发当晚的牌局进行了重现 经过一番验证 发现案发当天最大的受益者并不是老千 而是那名死者 这就说明老千和死者是一伙的 既然有利可图 那么老千肯定是不会杀害他的搭档的 看来这个案子比想象中要复杂得多 没过多久 走廊里血迹的DNA结果出来了 只有地毯上的血迹是属于老千的 墙壁上的属于另一个人 而且还不在数据库内 这个血迹可能就是凶手的 这个时候 犹探员从案发当晚的报警记录 发现了一些线索 事发时 几乎所有的报警电话 都是在凌晨1点23分拨打的 都说听到了枪声 但在1点21分还有一通报警电话 刚接通就挂断了 报警时间比案发时间提前了两分钟 这就说明报警人知道或者是看到了一些什么 顺着电话线 探员很容易就找到了那个报警人 据女人回忆 当天有个飞汉在电梯里对他进行骚扰 甚至跟着他出了电梯 还狠狠地砸了他家的门 所以他就报警了 挂断电话是因为自己是非法秘密 不想给自己找麻烦 探员来到他的家里 门上的凹痕似乎证实了他的说法 不过探员却在地毯上发现了一些血迹 看来女人有所隐瞒 敲开门 女人对血迹一无所知 他的男友却说 那天女人进屋后 他狠狠地给了罪汉一拳 然后从猫眼里看到罪汉进了电梯 他女友担心所以没有告诉他 探员来到电梯门口 发现向上的按钮碎了 看来罪汉是住在楼上的 这时探员突然想明白了 罪汉的确上楼了 但事情并没有结束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一定是罪汉确而复反 却记错了楼层 知道了罪汉是住在 酒楼以上的某个房间 探员推测 如果他开枪后回到房间 那么门把手上一定会有火药残留 为了尽快地找到凶手 探员们只好一层一层地寻找 挨家挨户地检测 终于 在14楼的一间屋外检测到了火药残留 为了安全起见 探员掏出枪 轻轻地敲响了房门 房门打开 是一个小姑娘 就在她的身后不远处 一个男人拿着酒瓶躺在沙发上 愿凭小女孩如何呼叫都没有任何反应 本以为是一场恶战 探员也没想到会以这种形式收尾 审讯是理 当探员把死者的资料给罪汉看时 还没醒酒的罪汉更懵了 第一反应就是 这是谁 与我合肝 探员只好帮她回忆了一下整个案情 在挨了一拳之后 不甘心地她回到家直接吹了一罐勇闯天涯 也许是酒状怂人胆 她直接掏出了珍藏许酒的双管裂枪 听完之后 醉汉也流下了悔恨的泪水 表示自己当年也是个正能量的小中年 一天晚上下班之后被两个人打劫 全身被浇上汽油 还点燃火柴吓唬她 从那之后 她就有些轻图抑郁 而且开始酗酒 并发誓再也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 正是这份偏执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所以呢 奉劝大家千万不要参与赌博 十读酒书你以为是说着玩的吗